真人童话 焦躁的王后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住着一个国王特雷弗 和她可爱的王后海利亚 特雷弗因为她的善良和公正 而受到整个王国人们的爱戴 但她的妻子却因为十分急躁 而被人看不起 你给我编辫子 花的时间太长了 我很抱歉 殿下 但是这个发型很复杂 你竟敢跟王后顶嘴 马上离开这座宫殿 超海利亚 你为什么这么做 她已经很努力了 她还不够快 你要有耐心 亲爱的 有时 王后的急躁会打破祥和的气氛 而可怜的国王只能急忙去试图挽回局面 海利亚 你不该对大臣们那样说话 他们说话太慢了 他们真的需要说得更快一些 呵呵呵 再快一点我就听不懂了 给你海利亚 这是你喜欢的东西 百合 我的最爱 特雷福国王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明白要有耐心 有一天 他四处闲逛 一直在思考有关海利亚的事情 我不明白 在嫁给我之前 他人很善良而且友好 是的 他当时有点不耐烦 但现在情况越来越糟 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刻薄 他一当上王后就变了 嗯 那是什么 那是呀 一个婴儿 你从哪里来 哦 可怜的小家伙 我送你回家吧 说真的 特雷福在哪 他出气好长时间了 但是这才过了十分钟 什么 你刚才是不是顶嘴了 海利亚 看 我发现一个婴儿漂浮在小区里 一个婴儿 怎么会 嗯 一个字条 见到我的孩子的人 请照顾他 这对夫妇非常困惑 但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孩子 决定把他养大 你的名字就叫莲安 莲安是一个温暖可爱的孩子 过了几年 他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 哦 哦 亲爱的 你还好吗 哦 我很好 谢谢殿下 他真的很善良 你不认为他应该戴上 吹吹吹吹的王冠吗 嘻 如果王后听到了 他会把我们扔进地牢 多干活 少说话 你这个傻丫头 事实上 宫殿里保存着一顶特别的王冠 大家都知道 王冠会发光 并赋予配上他的人以魔力 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发光了 这激怒了王后 有一天 莲安开始调皮地探索整座宫殿 他四处游荡 来到了一座被封闭的塔里 哇 这个地方真漂亮 哦 这扇门是什么 他走过去 用尽全力推开了那扇神秘的门 哦 好重啊 啊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王冠 当他凝视并靠近时 王冠突然开始发光 他被他迷住了 但又不敢去碰他 我最好把这件事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 妈妈 我刚从封闭塔里出来 莲安 我告诉过你离那远点 但是那里有一顶王冠 而且它会发光 发光 莲安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他发光了 哦 我真为你高兴 我 我不明白 等你再大一点 我会告诉你的 国王欣喜若狂 王后却在一旁生气地看着 那天晚上 她偷偷溜出宫殿 去见一个她认识的女巫 夫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王冠已经发光了 对吗 我该怎么办 别担心 亲爱的 我为你准备了这枚戒指 你戴在你丈夫的手指上 内心的魔力会让她 碰她 毁掉她 让她所触碰的一切 海利亚点点头 很快离开了这个地方 第二天 她走到丈夫身边 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 哦 这个可爱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 爸爸 妈妈 特雷福国王瞥了一眼 连安 畏缩了一下 魔法开始起作用了 他的声音已经激怒了他 连安 轻声说话 哦 我很抱歉 我只是想让你尝尝 我烤的蛋糕 哦 这太咸了 你怎么能给我吃这样的东西 什么 没有 我尝起来很甜 那么她说谎了 戒指里的魔法 让甜甜的蛋糕变味了 同样的 她毁了连安送给国王的所有东西 使国王更加讨厌连安 这些日子里 可怜的连安发现自己被王后忽视 被国王憎恨 所以这一段时间 她一直是一个人 也许他们统治这个王国很艰难 我就离他们远点 知道感情好些吧 在一个孤独的日子里 她来到了传说中的王冠所在的房间 这是一顶非常漂亮的王冠 我不知道我戴上是什么样 哇 这真的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只有配得上我的人才能戴上我 你 你是谁 我是传说中的王冠 可以回答你想知道的一切 哦 好吧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这 这就是为什么我父母最近这么奇怪 于是王冠告诉了连安关于魔法戒指和他母亲的仪器 所以我爸爸并不恨我 只是因为咒语 但我的母亲想要王冠 不 想要王冠的不是你母亲 而是女巫 是的 你的母亲确实有点没有耐性 但她仍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士 王冠告诉连安 邪恶的女巫利用了海利亚的弱点来对付她 因此这些年来 海利亚一直受到女巫的蛊惑 女巫想用我的力量统治这个国家 但这力量对她来说太强大了 所以她希望通过海利亚来控制我 但是怎样才能打破母亲的魔咒呢 王冠必须学会有耐心自己打破臭鱼 连安想了一会儿 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我妈妈喜欢百合花 也许如果她学会了种植它们 并对它们有耐心 魔咒就会解除 但我怎么才能得到它们呢 像我要吧 你可以通过我的魔法得到它 利用王冠的魔力 连安创造了一个美丽的粉色百合花花园 那天晚些时候 王后入国看到了花园 她立刻爱上了它们 并命令她的园丁照顾它们 所以当连安来看时 她看到花园里干活的是她的帮手 而不是王后 她感到很不高兴 哦 不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幸运的是 园丁们不喜欢海莉亚 所以没有费心去仔细照看百合 因此当她再次来到花园时 她看到一些花枯萎了 感到非常愤怒 如果你们不能照顾好百合花 那我亲自来做 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它 令连安高兴的是 现在王后每天都会在花园里干活 一开始很难 女巫试图用她的力量让海莉亚恨她们 但是海莉亚对花的爱太强烈了 她无法对她们感到生气 对花的耐心很快使她对别人也有了耐心 很抱歉殿下 这汤需要一些时间 哦 没关系 我要求她做一种金汤 让她慢慢来吧 大家很快就注意到了海莉亚的变化 并开始对她产生好感 一天 海莉亚正坐在花园里 连安走了过来 妈妈 百合花还没有开吗 嗯 只要她们健康就行 她们会按自己的时间绽放 我可以等 突然 王后晕倒了 哦 不 妈妈 你怎么了 魔法王冠 她怎么了 咒语被打破了 她会没事的 正如王冠所说 王后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戒指从她丈夫的手指上摘下来 咒语立刻就消失了 但国王还记得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能对我亲爱的连安那样做呢 还有海莉亚 我应该更关心她的 不要责备自己 亲爱的 一切都结束了 让我们忘记一切吧 我 我有东西要给你 连安举起她的王冠 戴在王后的头上 她继续闪耀着光芒 看来你们俩都配得上王冠 我觉得连安应该得到王冠 她是真正配得上的人 因为她的耐心拯救了我们所有人 从此以后 这个王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 王后很快就康复了 而且成为了最有耐心的人 国王看到这些非常高兴 她已经驱逐了女巫 这样她就不会再给她的王国带来麻烦了 连安一如既往的温柔 她教会每个人耐心是一种巨大的美德 如果你学会珍惜时间和人 它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们来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